作為舞者,平衡感對我來說意味著所有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不光是在肢體上你要有一個平衡 但是在你內心,你必須要非常地平衡 因為我覺得不光是舞者 其他在生活中,對於所有人來說也是應該是這樣子的 所以從小我看到芭蕾,那個時候是在電視機上 這就是對芭蕾的喜愛,就是從小的時候開始的 我覺得芭蕾就是一個自我美 當我在台上的那一瞬間 我就覺得是自己可能超脫了自己 我不是自己,我是這個角色 而這個角色就是我 希望能夠把有中國故事的芭蕾能夠傳遞到整個世界的舞台上 讓世界所有的人們都能夠體現到中國芭蕾的美 芭蕾是屬於全世界的一個世界性的藝術 每天的一個進步 Progress 對我來說就是每個小小的一個步伐能夠追上我的夢想 不用比較,因為自己心裡有把持 但是呢,我們只有按照我們心底的積極向上的態度 我們才能夠戰勝很多的困難 能夠把事情積極地往前推進 而不是往後退縮 我們應該為更好的明天做出不懈的努力 在這個古典芭蕾的肥沃的土壤下 我們有很多發芽的種子 有很多盛開的鮮花 所以這些都是在慢慢地、不斷地更新中 不懈地努力 每一天都希望比昨天做得更加好 也要堅信美好的明天即將到來 要有信心 要有展望 明天見 明天見